有这么一个例子 那次我们就是给一个老年人说这对象 特别好 是男的呢 是通州的 是吧 男人是一个受益大夫 他有俩孩子 俩孩子呢 都挺优秀的 长得都挺养气的 家子都挺好的 就是呢 他那个媳妇呢 死了 像原来咱们那个 那个叫什么 庞马场那个马 这不挺值钱的吗 也病了 人家都治不了 把他庞马都给他请去 一决的 对 这么着他一时 一时呢 我们也有一个女的 比他小五岁 也想就是找一家 找一家 那会儿他五十多岁 五十三也不是五十五 那会儿 他那丈夫呢 也是突然间就没了 没了他有一男孩 男孩也正处在 要结婚安家搞对象的时候 是啊 所以他就是一双居房 他得给儿子腾房啊 是啊 一个是他刚五十多岁 一个是儿子也要搞对象 所以他就想呢 把这个房子 给儿子腾出来 让儿子里面结婚用 他呢再找一个 找一半 我说行 双方我一说 一说呢 那边也挺同意的 这边也挺同意的 就来见面的了 见面以后 这女的当然是咱们北京的了 挺洋气的 也挺好看的 原来也是医生 是 男的是兽医大夫 反正都是同孩 是 然后呢 这女的老那么 养气 老那么 挺喜应的 是 咧咧的 什么事 这男的吧 他必定 他是兽医大夫 是 媳妇就死 那么多年了 嗯 自己从外观上吧 胡子 穿的呢 也不那么利了 是吧 不管怎么说 人特好 人吧 是我们 都挺尊重他的 穿的就是 不那么体面 是 已经自己过怪了 每单身都能连了 像头发 胡子 结果来了一见面 反正 条个的还行 也挺帅的 就是 就是 不会打单 这一见面了 这男的一看 看呢 没原因 后来我就说 我说咱们怎么样 我说这我就跟您说 那个 这个 这是姐姐 您这是 我跟这女的 这是大哥 是吧 我说你们看个怎么样 甭管怎么着 你们先 留一会儿 先谈谈去 是 谈谈去呢 后来说 这个这女的 不爱乐吗 哈哈就乐 哈哈就这男的说 行 没问题 有我吃的 就有你吃的 这意思就是 保证我不慢带你 是 是吧 俩人就乐意了呗 你别看那男的 那个就是 人家关系特好 特会来事 就是外场 招待人什么的 那真是一决 特别好 听这消息吧 连一个多月 交往一个多月 交往一个多月 这个女的呢 就特别乐意 因为她有外场 那男的 会哄会来事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女的吧 主动的 就把自己的 那个 那个 衣服 穿的 自己喜欢的 那个床单 就全都弄了 大捆 就坐公共汽车 就上那男的 他家去了 我那才给他打电话 你出来接我来 我到门口了 也没通知 时间没通知 没了 就来了 你知是吗 后来就住在他们家了 住在他们家 又给这个男的归似的 你再一个月以后 你再看这男的 变一人 哦 不是精神 真的不是帅 真的又干净又利落 后来又 还有换一辆高档的车 他原来开那车 是一个普通的车 后来又换一个高档的车 这男的 后来就两人 你就到现在了 可以说是零四年 哦 这么多年了 对 零四年 人家现在就好着呢 人家现在俩人 还兴兴不离的 就是说老年人再婚 就得像这个似的 人家头结婚 人家都说清楚 人家特明白 说清楚了 人家就这么说的 人家说 这个咱俩现在都挺好的 是吧 我呢 这对房 你这城里的这房 你我没关系 那全是你 你儿子的 是吧 我这个 我这房 甭管我这有多少 是吧 这将来归我 归你儿子 是 那也没关系 你在你有生之年 你永远跟我一块住 是 当你有了那个 就是那个 大病的时候 或者有的那个住院的时候 有大病的时候 我呢 我义务伺服你 我义务伺服你 然后我出钱 但是呢 主要是你儿子也得管 因为咱们年代都大了 你就别让她的闺女儿子管 哦 说当面我的有什么什么事的时候 我的闺女儿子主要管我 是 你跟我身边 你也甭出钱 就 请我照顾点 行了 哎呦 都说明白了 对 人家就说明白了 那两个退休费什么呢 谁管 两个退休费 这个男的退休费多 事业单位 那会儿退休就一万多万钱 这女的呢 她那会儿 为了孩子 她就老早的 就是下岗了 是 就没有退休间 男的每月呢 给她的生活费 买菜的 给她买衣服的 什么钱 男的就 带给她钱 咱们这么 很合理 对 人家这给伺候的好着呢 就是 先安排了 先明后不争 先把这事都说好了以后 就婚后就出成礼礼 对呀 这女的 这是伺候的好着呢